包子大英雄 小朋友们要认真观察 现在的幼儿园还有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真不错 看看 我侄女毛茸茸听得多认真 这就是制作包子的全过程了 一会儿包子蒸熟了 我请大家吃包子 好棒 董叔叔 包包子真不容易 那是 这可是一门手艺 现在很多地方都用机器做包子 那样做出来的包子 太没诚意了 董叔叔说的没错 我们要保护这种手工制作食物的传统 这也是我们今天来参观董叔叔制作包子的原因之一 保护包子 就看我包子大英雄的吧 今天早餐吃些什么呢 我都饿了 包子 可我想吃面呀 小头爸爸 吃包子吧 包子好吃 可我想吃面呢 吃包子吧 委屈妈妈说早餐要吃好 包子有肉有菜又有面 营养均衡 可是面条还有汤呢 面条太烫了 总也凉不了 吃包子吧 吃包子 小头爸爸吃包子吧 可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吃包子 大头儿子 来什么馅的 我要牛肉馅的包子 好 牛肉包子 我想吃三鲜馅多少个 最好里面的馅儿能大一点 做成什么样的包子就吃什么样的包子我们不用那么挑剔 小头爸爸 知道吗 好嘞 牛肉包子 三鲜包子 各一份 大头儿子 为什么不能挑剔呀 那样包包子的人得多累呀 大头儿子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说什么都围绕着包子呀 因为我是包子大英雄嘛 包子大英雄 能吃很多包子吗 才不是呢 我是要保护包子这种传统美食 是这样啊 不过保护也不能不吃别的东西 只吃包子 那怎么做 我们是要尊重包包子这门手艺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小头爸爸 那咱们一起来做保护包子的大英雄吧 包子来喽 他 他死我了 心机吃不了热包子 就是这样捏褶 学会了吗 我的露馅了 没关系 慢慢多练习就会了 你们能来学习这门包包子的手艺 我已经很开心了 这个很成功吧 请接约翰先生 多谢 多谢 大头人在 吃爸爸的心同事 约翰 今天来在家做客 随便吃个晚饭什么的 约翰叔叔好 小朋友你好 好 我们请坐 歇歇一会儿吧 小头爸爸 威君妈妈今天不在 谁给约翰叔叔做饭了 我呀 你别忘了我们今天刚学了这个包子 你刚来中国不久 尝一尝我们中国的包子吧 这个这么吃 拿起来咬着吃就行了 中国的包子太好吃了 他死我了 心急吃不了热包子 小头爸爸 等我长大了 也要自己做出漂亮的包子 还要把包子带到世界各地去 那样我就能成为真正的包子守护者了 好 爸爸支持你的包子梦想 加油 包子大英雄 给小头爸爸做眼镜 不对 这样设计肯定会出问题的 那怎么办 白宫幅度过大 请系好安全带 花板没有安全带 存在设计缺险 前方有障碍物 大头请小心 我看到了 可是我躲不开 我的屁股 我的下巴 看着都疼 我在捏渴了 妈真的 我找个什么东西了 小头爸爸 你把自己的眼睛踩坏了 我 我 这下完了 没有眼界我都看不清楚了 你怎么回事 虽然这样 没法修理了 大头儿子 你看看 多危险 不光你自己摔跤 害得小头爸爸也跟着摔 我知道错了围裙妈妈 我会帮爸爸把眼睛修好的 你还会修眼镜 不能小看小孩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修理大英雄 很结实 修理大英雄做得很好 小头爸爸 眼睛修好了 一个镜片 您可以看得到吗 大头儿子 这是你发明的木乃伊眼镜吗 不是 有问题吗 虽然样子很酷 我看东西的时候有点累 我重新去修理 小螺丝丁 您有没有修眼镜的好办法 稍等 我搜索一下资料库 眼镜 这里有关于眼镜的所有信息 快点说 快点说 眼镜最开始是一个叫培根的人发明的 培根从蜘蛛网上的水珠 不得来了灵感 把玻璃球按在木板上 一次次实验后 终于做成了最初的眼镜 太好了 我终于做出了眼镜 玻璃球和木板就能做眼镜 我试试 大头儿 你去哪儿 我还没说完 看到我画的两个叉子了吗 小螺丝丁 快帮我钻成洞 眼镜做好了 小拖爸爸一定会喜欢打 这是眼镜吗 对 这是第一代眼镜 小拖爸爸快试试吧 算了 我还是带着木乃伊眼镜去买一副新眼镜吧 小拖爸爸就试试吧 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做出来的 小拖爸爸 看这里 比不戴眼镜还模糊 又失败了 我当不成修理英雄了 大头儿子 不要沮丧 眼镜这样精密的东西 需要专业的人才和专业的设备才能制作出来的呀 你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可他不能让小拖爸爸看清楚 没关系 我到眼镜店去配一副新眼镜就好了 不过我现在看不清 没办法一个人出去啊 大头儿子 你愿意不愿意给我当相当 我愿意 小心台阶 前面有石头 抬脚 迈过去 小拖爸爸 一直往前走 大头儿子 你虽然不是修理制作眼镜的大英雄 但是你是保护爸爸的大英雄啊 真的吗 我是保护爸爸的英雄啊